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茶叶生产机械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一 茶园作业机械 二 茶叶加工机械 现在我们先看一看茶园作业机械 C12型茶园拖拉机应采用12马力柴油机作为动力而得名 它是专门为茶园作业而设计的一种用途很广泛的机型 它的机身宽度近为80厘米 采用履带式行走机构 流线型外壳 所以能够顺利地进出茶树行间 而又不损伤茶树枝条 茶园拖拉机在15度以下的缓坡茶园中 可随意地进行耕作施肥等等作业 是一种理想的茶园耕作机械 比如 把C12型茶园拖拉机装上炫耕机后 它便可以进行耕地除草 耕幅为60厘米 耕身为8到10厘米 而速度是每小时可耕三亩差地 请看 茶树行间的杂草基本能一次除静 而且地表土壤看上去也较为平整和疏松 如果改换C12型部件 还可以变成一台深耕机 在曲轴上装有三把齿形铁锹 以旋转的方式来进行挖掘 它的耕翻深度可达30厘米 翻起的土块大小适中地表平整 每小时可以深耕茶地1.5亩 相当于40个壮劳力 挥桥更翻一小时的工作量 C12型又可装上施肥装置 在茶园中进行施肥作业 施肥机由地轮来驱动排肥机构 把肥料箱中的肥料徐徐输入送肥管 随后滑落到开钩器开出的施肥沟内 接着用腹土器加以腹盖 开钩下肥下肥盖土一次完成 它的特点是开钩深浅一致 下肥均匀 腹土厚薄一样 施肥机每小时能施肥三亩 茶树修剪是保证稳定高产的技术措施之一 这是茶树修剪机 它可分为双人和单人操作两种 现在看到的是双人修剪机 它主要由主扶手 副扶手 小型汽油机 往复双动式切割器等所组成 双人修剪机 主要用于茶圆的轻修剪和深修剪 两人守台作业方便可靠 每行茶树往返一次即可修完 功效可比人工修剪提高五十倍以上 看这是它修剪出的棚面 多么整齐画一 单人修剪机 结构与双人机差不多 它通常用于棚面的修剪和修边 一人操作起来方便灵活 并且不论机器怎样翻动 都可运转自如 用它修剪可比手工作业提高功效八到十倍 这么粗的枝条一刀下去干脆利落 这可是采用大剪刀人工修剪所难以想象的 采茶机 从外形上看与修剪机差不多 从结构和组成来看 也与修剪的结构